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为你介绍一下币圈的一级市场怎么打新 如果说一个打新的平台,它新上的品种不停下跌的话 那么这个打新平台也就没什么价值 目前有价值的打新平台也就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币安的打新,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打新 币安是AEO的发明者 同时他筛选项目方的能力最强 又因为他是全球第一的交易所 那么那些好项目也都会主动的去找到币安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币安的打新,无论是lunchpad还是lunchpool 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关于币安打新的内容 你可以查看我右上角的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第二个是OKX的打新 OKX的打新目前仅限韩国人和台湾人参与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两个地区的KYC身份的话 你是无法参与OKX打新的 OKX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做的如此的偏薄 因为他想打这两个地区的市场 所以就把AEO的利润单向的补贴给这两个地区 以此来吸引这两个地区的人来玩 这个事情我们是没办法的 除非你能够找到靠谱的这两个地区的KYC资源 还得养号 还得绕过OKX的风控 不然的话一旦给你风控 你的成本损失还蛮大的 最后一个是MEX的打新 MEX的打新是不限KYC的 你只需要持有1000克以上的MX 然后持有15天以上就能够参与他的养光普照 等到MEX交易所上面的新项目上线的时候 那么这个对应的新币空投就会发到你手里 你直接把它卖成USDT就好了 我会把这三个AEO的具体活动地址 放到视频的描述栏里面 接下来要讲的是IDO平台 所谓的IDO平台 就是你要把钱放到你的钱包里面 而不是放到交易所里面 然后用你的这个钱包里的钱 和这个IDO平台的网址相连接 连接完之后呢 参与质押参与打新就好了 接下来我一步一步为你演示 如何参与这个最近最火爆的打新平台 Action的流程 首先在视频的描述栏里面 可以找到BN的链接 注册一个BN的账户 持有BNB的话 就能够累计减免40%的手续费 Action打新平台的代币 我们能够直接在BN里面购买到 在交易里面选择现货交易 在右侧的品种栏里面搜索 我们找到AUCTL1-USDT 你可以看到这个打新平台的这个币种 最近也是涨风了 所以现在参与这个打新的话 很有可能面临打新平台的这个平台币 大幅下跌的风险 这部分的话需要你自行考量 如果你无法承担这个打新平台风险的话 就一定不要参与 很有可能会让你损失掉很多的钱 我们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个币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资产 选择提现 选择要提现的币种就是这个Action 然后地址上面 直接贴入以太坊钱包上面的Action地址 我自己用的是1T钱包 如果你用小狐狸钱包的话 整个的操作流程大差不差 先要去添加一个资产 我们点击加号 在这个搜索栏里面 搜索Action 把它添加到你的钱包地址上 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Action这个代币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代币 选择接收一下这个代币 出现一个你的收币地址 你复制这个地址 把这个接收的地址贴到币安这里 然后选择提币就可以了 你还要再往这个地址冲入一些以太坊 整个的操作流程和刚刚的流程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到Action的拍面地址 我也会把这个网址放到视频的描述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即将开始的 稍计时是15小时20分钟 然后我们要拍的这个品种呢 叫AMMX 拍卖的价格是每一个AMMX 等于这个0点这么多的Action 然后总共能够拍这么多 链呢是以太坊的链 选择这个查看更多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一个连接钱包的选项 我们要连一下钱包 你可以选择直接连你的小狐狸钱包 然后选择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呢 等到15个小时要结束的时候 你这边就可以选择增加stake 它就会允许你把这个 你钱包里面的Action 放到网站里面去做质押 然后等到质押完成之后 你也要给自己设一个脑龄 再回到这个页面 就可以把你获得的这个打新代币 给它拿走了 同时呢 也能够把你自己质押的Action 也给拿走 又完成了一个整体的打新流程 当然钱包的每一步操作 都需要掏盖茨费的 现在的盖茨费挺贵的 基本上每一笔都得10刀 或者是20刀左右 包括你钱包的授权 质押 收菜等过程 都是需要交这个盖茨费的 这里面如果你钱特别少的话 就没有必要参与了 因为都不够盖茨费消耗的 为什么Action最近会火起来呢 因为Action最近的两期项目 BSSB还有这个MUBI 其实涨的还是蛮多的 自从打新完成之后 整个的涨幅还都是比较夸张的 其实这些打新平台 它的功能上没有特别大的创新 他们核心比拼的 其实是找项目的能力 以及和项目谈判的能力 如果说你这个打新平台 后面出来的项目 各个都暴涨 那么打新平台的这个币 就是金铲子币 Action能火 是因为它最近压中了 BRC20这条赛道 所以它能火 如果说BRC20能够持久火下去的话 那么Action其实它能够发掘 更多的财富 Action这个代币 风险特别大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不要碰 如果你钱少的话 也不要碰 因为压根都不够盖茨费消耗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 谢谢